今天是2024年的10月23号 这个呢 今天我们昨天判断 今天可能会有小高点 原因是30分钟 它管用24个周期 到今天上午的10点 那个90分钟是上午的11点 好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日线 日线呢 这个涨得比较缓 涨得比较缓 涨幅不大 涨幅不大 属于一个小幅不动 那么我们对指数呢 认为它在3100点到3300点震荡 今天收盘呢 是3302点 所以呢 整体呢 还是在3100到3300之间 目前呢 假如说从这个空间里震荡的话 属于震荡的空间的高位 所以再次不建议追涨啊 不建议追涨 但是呢 行情我觉得它一时半会儿呢 可能也起不来 因为上方的号楼盘太重了 11之后 长假之后 两个交易日的淘楼盘就5万亿 就这两个就5万亿 所以这个淘楼盘是比较重的 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所以我们可能就觉得在3100到3300是需要反复的几次震荡的 好吧 所以这个呢 应该是目前来讲的应该是判断是震荡的高位 震荡的高位 好 我们看一下90分钟 90分钟序列高9 目前还不能证明其时效 因为高10之后的这个1111阴线 所以高10是目前的高位 假如说明天收盘价格超过今天下午2点的收盘价格 明天90分钟线的收盘价格超过今天下午2点的收盘价格 这代表序列失效 但目前来讲无法判断其失效 好吧 老师很多板块已经创新高了 说这没有用 对吧 就说比方说大盘不涨了 是很多股票涨了 这一报复有什么用呢 请问有什么用呢 这没有意义啊 因为这种情况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这么多股票 这么多板块 有啥意义啊 因此呢 我们假如说你判断它是一个震荡式 这里呢 是不建议追高的 不建议追高的 120分钟高9 它也不是卖出理由 120分钟高9也不是卖出理由 咱们等着就好 等着就好 120分钟低9还可以 为什么呢 在趋势线之上 大家再看前面这张图 在趋势线之上 要看这张图啊 叫做主级正常波 所以向下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低9 低9啊 但是你知道这种9 是主级正常波的高9 高9一般配合结构用 这个咱们至少得讲了20遍了吧 所以你比方说120分钟序列高9 我们最多就是不卖出 就是我们最多就是不买入 但是不卖出 我们不卖出 刺激一项波9可以考虑用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波下跌的过程中 找这个120分钟的低9 但是没有嘛 那没有 好吧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下方缺口补的概率多大 缺口哪一个 下方哪一个 这口老鼻子了 对吧 10月8号缺口已经补了 9月30号的缺口没补 9月27号的缺口没补 9月26号没有缺口 9月25号的缺口没补 9月24号的缺口没补 9月24号的缺口在2750 对啊下方好多个缺口啊 2750是吧 大小的闺蜜我还想跌到2700再加个大仓 不2750的口吧 120分钟今天序列是起明天可能会到9 需要关注吗 一样跟今天一样 就是你不要在这个位置追涨 不要在这个位置追涨 但减仓目前来讲没必要 没必要 好吧 今天的高点买一手近期空吗 远期合约 没必要减仓 跟你买一手空 这不一个逻辑吗 对吧 一个逻辑吗 这一轮行情一部分配置能不能买指数ETF 可以啊 巴佩特曾经在三年前吧 我跟咱们学员讲过啊 在他的股东大会里说过这个事 别大多数基金经理做不过指数ETF 那么你如果买ETF 就比大多数的基金经理做得好了 还不用交管理费 收益了还不用T层 对不对 是不是有道理 关于一个仓位的问题 比方说你买了40手故事期货的多 但是指数涨了这么多 相应的仓位不就是少了吗 就不是满仓的这么理解 第一 我不会浮动盈利加仓 这个说过了 第二 不涉及到满不满仓的问题 因为如果满仓的话 按照股票满仓的标准 我20手15手可能就满仓了 但是我现在40手 能理解吗 不涉及到满不满仓的问题 因为我已经用尴尬了 高9的标准 高9的标准9 如果是高9的话 落在阳线上比较好 你像10月8号那个日线的高9 我们当时也是判断高9 但是注意啊 高9没有结构的配合 通常不作为单独操作的理由 只是不追涨 我也反复提示高点 就是见见大家 就10月8号不能再追了 日线高9了 只是不追涨 但卖没必要卖 因为它不作为卖出理由 太多了 你要找过去这个上升过程中的 这个很多很多这个点啊 都不作为卖出理由 你能找到很多啊 所以我就不给大家找了 我只是说 从交易的角度来讲 这个咱们之前也讲过 主机正向波的9 要配合结构用 刺激逆向波的9 是可以单独用的 所以这波本来 我们想找一个刺激逆向波了 上升趋势里的 120分钟线低9 没有 其实这个30分钟的底部结构也行 但是近期呢 就是我跟咱们学员所讲的 就是不要期待市场会 这个波动较大 涨幅较大 这个可能概率比较小 但是仍然存在这种概率 不存在这种概率 我就不买了 它存在这种概率 所以呢 我才建议咱们的学员呢 就是 对吧 就买进去 买进去 虽然说这两天涨了 但这两天涨得有点弱呀 慢 是不是 不像前面那么痛快 如果你判断 后面还有低点吗 如果你判断是震荡 它应该还有震荡型的低点 好吧 这是传说中的慢牛吗 现在不确定啊 不确定 因为是这样 就是说第一个呢 就是调整会不会走ABC 如果有走ABC的话 这有可能就10月8号以来 是A下跌 然后这里是B反弹 后面可能还有C下跌 这就是走ABC 如果是震荡呢 或者是三角形整理呢 就是7月8号到前几天低点 这是三角形的第一步下跌 然后呢 成收敛状是吧 然后反弹 然后再调整 但是再调整是底部有可能差不太多 但是呢 这个调整的阶段 高点和低点成收敛状 叫做收敛三角形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形态 但是从大概率的角度来讲 第一 这个整理大概率没结束 因为你在底部需要反复的几次的上上下下 才能够起到洗盘的效果 好吧 老师新人刚来还有一半藏位 下次大概率什么时候可以讲半藏 等着呗 现在短期高位 等着吧 原来是你同学 可以再塞到默契再次加仓吗 可以啊 他好像加了七成是吧 加了七成 你你不加底部不加的话 其实现在涨就很难受 你不确定他一定不会大涨吧 那一有了七成仓来讲 那就心里踏实多了 后面如果再有低位 再加到满卖 是吧 是吧 如果大盘创新高 解除所有套路盘 同时出现分钟线结构 应该如何操作 到时候再说 到时候再说 没有必要为未来 可能会出现 可能不会出现的事操心 倒在心干嘛呀 另外呢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 以前的那波上升 虽然说很猛 但它不是牛市 什么是牛市呢 就绝大多数人赚钱 这一波呢 只是对于前期的一种修复 另外呢 就很多人 他的反应不急 很多人反应不急 然后昨天我又看好多上市公司 已经这个申请 这个贷款了 然后回购或者增持股票 但是有一个公司挺有意思 响应什么什么号召 这句话一加 我感觉就变味了 这句话一加 感觉变味了 然后呢 用的资金很少 有一个好像用了5000万 5000万还好意思说 你用P211 你就用5000万 关于什么三浪三 主声的幅度的问题 我觉得幅度呢 不如时间好判断 是吧 一浪三浪三个半月 二浪回调呢 三个半月多一点 那么三浪呢 我们先判定四个月 然后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或者是中后期的时候 我们再研究幅度的问题 现在来讲 其实研究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石河远方说 中国特色的马匹精特别多 就是天天有人怼我 你看着就好受是吗 天天有人给我抬杠 你看着就好受是吗 就是你满脑都想啥呢 咱能不能像个正常人一样 别天天像个金字命一样 行不行 我就希望你正常一点 就咱们学员发言 差不多你看像今天 七十四月 七十四月差不多有 一二十条 一千四百多条 这个啥 有几个 就这一千四百条 你说出来 有几个是拍马屁的 你看出来明显就是拍马屁的 有几个 你肚起眼啊 老师他说的是那家商务公司 是吗 我以为说 那个咱们其他的学员呢 这给他一顿怼 好吧 误伤误伤 但其实已经不是这一个人啊 这个盘中的时候 我看到另一人也是这么说的 什么行情也好啊 什么学员就拍马屁的了 什么什么的 没有进言他 没有进言他 只是觉得 对吧 我那个不能总爱怼啊 现在行情还正常 是吧 行情一到下跌的时候 我就 我就就得爱盘了 就算你判定是下跌的 但是他下跌你也会爱盘 一样 逻辑上是一样的 没啥区别 老师怼得更狠 这不狠点行吗 一个人对这么多人 我姐家孩子 我应该叫外什么 有一天在学校被欺负了 学校霸凌你们懂吧 学校霸凌你们懂吧 然后呢 这个我姐知道了 知道了之后呢 就告了他 谁打你 你就打他 这对你就怼他 第二天 这熊孩子告老师了 老师着急 你怎么能这样教育孩子呢 我姐说不对 那个以后不这样了 回家之后 告诉我老妈 孩子老了 老了就跟孩子说 谁打你 你就打他 换一个人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是吧 学员区里 你说在我的地儿 你说你老折我 我不怼你 我还留着你啊 未来大集会的 大概走向吗 走向 你是说方向吗 那方向还用说吗 你既然认为是机会 股市里的机会 你告诉我方向 还用说吗 用不用说 股市里的大集会 然后你说方向是涨还是跌 你做空 像右 像东北 像东北 如果上北下南 左西右东的话 像东北 一路像东北 像正北 像正北 接下来是像正北 是吧 接下来那一步算是像正北 当然一句 说句话没好下课 哪敢说 大家都记仇了 我一个朋友跟老师 一模一样的买法 但是他买的是鞋子楼 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创业环境 我个人认为 未来的创业环境 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居住 只要有人的地方 都市 它就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居住跟创业 还是两回事 然后鞋子楼的控制率 一直比较高 现在像今年也比较高 不知道其他各个地方怎么样 就是鞋子楼的控制率高 它的竞争就比较恶劣 另外就是你一定会买一套住房 因为你需要饮食 起居 但是你不一定需要买一套鞋子楼 所以鞋子楼你租就行了 如果你需要你租就行了 对吧 你没必要买 所以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如果大家投资房产的话 多投资一下公寓或者是住宅 公寓其实有一个好处 就是有些公寓 它是一半人 比方说用来办公 一半人用来住 这样的公寓特别便宜 但是我其实在抖音上 看到一个小两口 他把建外搜后的房子 就是比方说这一层 十户人家 八户是办公的 但是他就用来住宅 他就用来住 因为他有 房间里头有独立卫生间 你装完之后就按家的那种装 装完之后 这个地段 他有便宜 五万块钱一瓶 在北京 能够在探架里 就能看到中国尊和国贸的 就这种地儿 五万块钱一瓶 只不过就是出了家门 给你的感觉不太好 周边都是办公的 但是像这种 我觉得未来会有市场 因为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你要是买这种纯住 可能买不起 有的八万一瓶 有九万一瓶 还有十万一瓶的 对吧 可能买不起 在这么好的地段 你能五万块钱买下来 甚至四万块钱买下来 你管他 你是不是办公了 你管他干嘛 对不对 你管他干嘛 我卫生间的 我都不考虑 万达 万达那个房子 我就去看了 我实际就考察了 那离中国尊 离中央电视台 就走路就五分钟 这地段非常好 挨着美国 挨着我国最大的 商场 SKP 一年销售额差不多280个亿 全国最火的商场 北京的SKP SKP 我帮他走 我觉得可能也有十万个 那么好的阶段 两万四一瓶 结果一去一看 没有独立卫生间 这不是可的 就他未来连改成 你改成公寓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其实 这个也是建议咱们的学员 我个人的思考 就是办公尽量不要买 买完之后将来不好出手 办公尽量不要买 有需要的话 你自己租一个房 租一个办公楼去创业 对吧 目前小盘股机会多 还是大盘股机会多 怎么说呢 一般来讲 未来 第一个阶段可能是普涨 大盘股小盘股差不太多 但越往后就应该分化了 它不分大盘和小盘 它分为好和坏 它分为市盈率 市境率 ROE 经济资产收益率 它不会分小还是大 好吗 我是去鹤岗考察一下房地产 据说鹤岗还行吧 我们辽宁老家有的地方叫复兴的 是不是复兴 好像是复兴 6万块钱一套 6万块钱一套 不论平米 是吧 北京是6万块钱一平 它给你一个 是吧 6万块钱给你一个 来一百套 你来一百套 你就得套理 是吧 来一百套套理 我昨天说的逻辑根本就跟几线城市是没有关系的 我说首先来讲你要考虑的是流动性 不建议大家买办公室考虑到未来可能没有流动性 就没人买 没人买你就砸手里了 你只能往处租 如果没人租你只能降租金 对不对 是这个逻辑不 但是住宅不是 住宅这个今年的十一 反正北京的住宅的这个成交率 成交量又上来了 又上来了 非常高 也代表市场的需求还在 然后呢 这个老婆小什么的改善性住宅的需求也在 是吧 所以呢 然后呢 它又是两大市场 股市 楼市 中国经济的两大市场 你在这两大市场里做投资 你是不是心里觉得踏实 第二个呢 只要流动性够 哪怕是贺岗 贺龙家贺岗 是吧 前两天上那个哪了 那个 这不是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就是 你贺岗 它如果有成交 流动性够 那法派房比它低30% 你买了之后 然后呢 你是装修一下 还是怎么样一下 包装一下 给它再卖出去 给它再卖出去 只要有流动性就行了 所以呢 一般说 二线或三线 或这个房子 有没有升值潜力 主要是指未来会不会涨价 但是法派房 不涉及到未来的问题 就是现在比正常的价便宜30% 你买了之后 按现价卖出去就行 它不涉及到未来 涨不涨价的问题 法派房怎么有 一万开始起拍的 法派房还有一块钱 开始起拍的呢 一块钱起拍的 应该是刑事案 大部分都是民事案 民事案是法院起拍的 对吧 还有那个刑事案 刑事案 拍卖的钱上交国库 一块钱起拍 一块钱起拍 顶刻涨值是不 我长期的以后的仓位就不动了 而且我不会服营加仓 我说的 昨天我就讲过 服营加仓是一些特别傻的事 就成本不断的提高 你比方说 你从底部10块钱 拿到现在20块钱 然后你把服营加仓 都加到20块钱 往下跌5块 跌到15 你不仅利润没了 你要不服营加仓 你还能赚5块 对吧 你像这一波 一顿服营加仓 11之后 你咔爆仓了 行程又在涨 但是你爆仓了 所以我不会服营加仓 我一直说 我不会服营加仓 我持有这个手术 我已经很知足了 50手就相当于5000万的股票 你有啥不知足的 是不是 股票的部分 就长期持有 然后你不能期待着 总有人说 老师你选一选板块 或者选一选什么的 你不能期待着 你所选的板块 一定会比大半强 一谈到板块或者个股 很多的投资者 他的期待特别高 对吧 期待特别高 所以就没法谈 这个事没法谈 就大盘涨一倍 我的个股 我的板块 最好能涨十倍 你这怎么玩 怎么聊 你告诉我怎么聊 所以不在于这 而是在于你能够拿得住 然后你像基本的 R1或PE的 咱们在天使选股里头有 他已经选出了 5000只股票的前300名 你把勾选上就行了 如果短期强势的 你就点上龙头 他有可能短期选不出低久 或者是顿化的来 这关系不大 是吧 你可以找分实现的点 但是未来会有这种情况的 另外呢 就是这个转股呢 基础逻辑呢 是你要考虑思考 未来什么是变的 比如科技会改变 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通信会改变 你的出行方式可能也会改变 然后要思考 未来一定什么不会变的 衣食住行不会变 我就不信 你作为一个人 他能不吃饭 不履行 不住房子 对吧 那么这两点呢 你就不考到了 基本上选股的技术师傅就有了 买ETF不好吗 好啊 ETF好在哪啊 我们今天再多讲一会儿啊 沧海19不许说话 滑你不许说话 买ETF好在哪啊 省心呢 对不对 省心呢 指数他每年都调整啊 他把最好的股票调进来啊 是不是 但是以指数作为标的的ETF 实际上你一直都在买好的股票吗 沧海19已经色色发抖 股票其实无所谓是吧 股票其实不涉及到那个啥的 不应加仓的问题 股票就一直满仓嘛 你这些股票赚了赚钱了 卖出来还继续买入吗 不存在那什么 那个福音加仓的问题啊 股票啊 股票不存在啊 如果你不是做期货的话 做股票的话 不存在这个问题 好吧 只有期货涉及到福音加仓的问题 因为它是保证金制度啊 只可远方容易被误伤 你是挺倒霉的啊 你上午好像有一个学员 这么说来着 你下午又看到你这么说 我还以为你在说其他的学员 我帮了其他人出个头 网网一顿消 发现打错人了 又有一家私募放弃中性策略 这应该是利好吧 一家私募管啥 对不对 一家私募管啥 啥这也不管 啥用也不管 融资买ETF 应该跟期货一样加杠杆了 我的妈 融资买ETF 真就不买期货 100万 融100万 200万 买股票 买那个ETF 一年还要交6%左右的利息 融资的利息 100万买两手股票期货 不用交利息 还能剩80万 80万存银行里 还能挣利息 你这多想不开 你说你融资买ETF 是不是这道理 你就买一个 就是类似于每周一输出的 或者是每天一输出的 那一年是不是也能给你个2%左右的利息 那种利财产品 是不是能给你2% 然后你这边赚2% 那么赔6% 这事你想不明白 可是股指期货保证金15% 其中3%是证券公司要的 证券公司要期货的保证金干嘛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就是交易所对于保证金的要求是12% 另外3%是期货公司要的 而不是正确公司要的 但是如果你资金量大 比方说像我 他就给我免了 他就不是这3% 但你资金量小 他可能为了控制风险 就多要3%而已 剩余费也可以讲 对吧 期货的手费也可以讲 足够大就可以 没问题 剩余的80万可以买股票吗 剩余的80万你再买股票 杠杆就三倍了 三倍了 就是你有100万 买了两手股指期货 又买80万股票 杠杆就三倍了 老师我不会买股指期货怎么办 那就不买 就是股指期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他可以给你用杠杆 不像是股票 股票你就用不了 对吧 最多就是融资 一倍杠杆 但是股指期货最多可以7倍左右的杠杆 那你虽然说不用 但是 但他给你可以用的时候下 你保不起哪一天 你心血来逃 你就用上了 用了之后又回不去了 好吧 不是结果现在是买多吗 我一直都是买多 我从来没做过空 这辈子也不会做空 过去 现在没有做空 过去没做过空 未来也不会做空 行不行 我是死多头 可是资金有限 现在是投资股票 还是投资法拍房 股票 因为法拍房的逻辑呢 可能在未来也会有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像股票 股票现在是低位 将来高位 高位可能就机会就不大了 现在机会大 但是法拍房的机会 可能是永远有 一直有 就看你有没有双慧眼 所以有些时候 我说研究法拍房 你会感觉到很有乐趣 乐趣在哪呢 就像你是一个 类似于股东商 然后呢 每天哗上一批货 然后你需要在这批货里 挑出最值钱的 未来最可能升值的东西 寻找的乐趣 其实选国也有这种乐趣 叫做寻找的乐趣 在一堆股票里 你加入到资源股 比方说加了10只 或者是15只 20只 然后在这个10只到20只里 再选出一只来 也有寻找的乐趣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寻宝减漏 对对对 寻宝减漏 它有乐趣的 它不是单纯的说 这么怎么样 好吧 老师今年2月 第一点做多的时候 很惨吧 不保证金了吧 我的保证金是足够的 我的这个目前的那个绿 二十几 风险风险风险 风险绿 我才百分之二十几 保证金足够 例如我的日值 我持仓的部分是两百万 我保证金是八百万 足够足够足够的了 好吧 你不用担心这事 那我刚才说的逻辑呢 就是如果从股市和这个 这个福市的角度来讲 我会选择首选的是股市 当然假如说我这边连房子都没有 股市不会给我快乐 但是有一套房子你会有幸福感 所以说最终股市赚了钱 大家都是希望能够生活的更好 投资不会让你有幸福感 因为消费能是吧 买一套房子去去去旅旅游 是吧 这个买个好车 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 那这些都能让你有幸福感 有快乐感 但是你说你这股票 股票只是投资 是吧 你不管 你虽然说挣了钱很高兴 但是呢高兴归高兴 跟幸福不是那回事是吧 你就把钱花出去那才叫钱 人生最痛苦的就是 人死了 钱没花了 挣了钱没花出去 所以有些人才 搜券买两碗嘛 喝一碗倒一碗嘛 是吧 房子买两套 住一套看一套 好了 不多讲了 16点 我底吗 18分了 16点18 今天能够讲的这么长 完全要感谢沧海19 虽然没有说话 再次表示感谢 我们今天的歌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次表示感谢 我们今天的歌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再次表示感谢 我们今天的歌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